你看我演誰就是要這個角色 是 本來講胖胖的 在我拍攝的時候 他要演這個角色 我們要不太練習 不太練習 是 所以是 禮懷 什麼 禮懷 厲害 謝謝你還帶翻譯來 謝謝 好大排 我現在懂這個座位的安排 原來你是主角 你是翻譯我先休息 辛苦你了 應該祝福一點 對對對 翻譯不可以坐在前面 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 懂分寸 對不對 開玩笑 不過 那我反過來 我們也想問問劉德華 因為當然劉德華先生這幾年 在台前幕後 對這個行業的複數 我們是有目共睹 我們就不多贅言了 但是我們特別好奇的是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你這麼挺林家洞 你一定有看到一些 我們來不及發現的 洞哥的一些優點 然後怎麼支持他 當他的經紀人 然後讓他演這麼好的戲 沒有詞 其實他在我們公司 大概在98年 99年 是 很早 認識他 然後是萬子良介紹我認識 是 萬子良以前是支持我的人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還沒唱歌 我就在那個餐廳裡面唱 萬子良每天晚上都來聽我唱歌 真的啊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是一個歌迷 但他已經是藝人了 藝人 他是藝人 但是你就是一個只是在那裡 很會唱歌的人 是 這個翻譯還蠻有自信的 小心點 所以萬子良大哥那個時候 就覺得你很有 他就吩咐我 我照顧他的那個朋友 然後我到2000年 把這個以前的負債的那些 還清了 是 就從頭再來的時候 就跟他一起合作 是 然後中間也看過他的很多表演 對 他表演上面可能 可能在電影上面會 會不一樣 因為電影跟電視不一樣 對 那後來他媽媽就進步了 在很多很多戲裡面 都表現得非常好 就求很多很多導演 希望他派他 結果導演真的難了 唉呦 唉呦 他們求他們真的好麻煩 你可以講兩個例子 他兩位比較難 每個都難 每個都難 幾乎他出現的那個 就是每一次都把他們的都剪掉 太過分了 對 但是 你看到他的表演是好 是 比如說在一些東莞 東莞仔 社會系列 社會系列 夜問 夜問 無間道 漢奸 漢奸 你的普通話也吹過 對 麻煩你當翻譯 黃金 漢 漢 漢奸 漢奸 你連廣東話都退步了 你到底是哪裡人 他講的是韓國人 韓國人 對啊 國語也不行 廣東話 所以對啊 其實我想劉德華大哥講到這些 我們也都看在眼裡 所以你看 這麼義氣相挺 可是到底兩個人在西陸裡面 打得真的很激烈 這個打的時候 私底下到底誰是這方面 是比較有這方面 欲動神經的 誰到底私底下誰積高一籌 你說的算 來 國語表現得知道 唉唷 是 得意了 但是你要知道 台下有一半人還沒看過 所以他們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們有看過才知道 沒有 現在就是問你 想問你 很少人在做宣傳 真的去 他真的去看了再寫的話 明天我們就沒心了 對啊 老闆你要交易一下 主持人丟梗 他接不住 這個好白的 這個很難 要慢慢學習 對 慢慢學習 做梗給你 你要好好表現 好了 我們兩個幫他 對 一點點的 厲害一點點的 你厲害一點點 對啊 真的 怎麼說呢 是老師說的 老師說 哪個老師 不是是老實說 他實話實說 很老實的說 哪個老師 是無大老師說的 好 但是不管誰厲害 我覺得你們有幾場戲 真的讓我們看著熱血沸騰 但是又覺得好揪心 因為哇 打劉德華的感覺是什麼 這這點頭 很開心 很好 這三個字不錯 可以瞎標題了 對 那你們打的時候 應該還是多多少少 有一點拳拳到肉 有一點還是受傷 有真的打到對方 一定是扭了 對啊 這兩位分享一下 這打戲 拍起來應該挺累的 我我只是拍之前跟他說 別打我臉 哈哈 我靠你 true friend 我就偶像來了 對 謝謝謝謝 每幾個人長這樣臉 我怪我什麼 真的小心一點 不過真的有沒有 比如像我們開一場 你們從路上掉下去 然後到那個 對 剛撕的那個網子上面 看起來 我們看起來很驚險 你們拍的時候 是什麼狀態呢 佳大哥 你說 你說 哇 又把機會讓別人 都是蠻安全的 也很安全 因為以前這樣 是安排得非常好嘛 但是 但是 是時間很長 拍照 拿獎金時間很長 是 但是我們就是 因為我真的不很 在那個說 對巴西有俗這個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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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你做什麼 我也猜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